空服员绕着地球跑飞来飞去 半夜工作更是常有的事 以往为了保障女性劳工的安全 劳基法第49条第一项 规定雇主不得让女性 在晚间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工作 现在大法官认定该法条违宪 立即失效 2015 2016年 华航分别两次未经工会同意 让空服员深夜执勤受罚 提告拜诉后申请大法官释宪 加勒服也有12起类似案件 被县市主管机关裁罚 同样打行政官司拜诉后 申请试宪 大法官并按审理认为 以性别为分类标准 对女性劳工形成不利的差别待遇 当然政府是帮她争取这个福利 但是我觉得她如果她觉得 她可以的话 对 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你规范她不允许她夜间工作 但是她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反而影响到她 大法官是自第807号解释 当初立法者是因社会治安 及保护母性为考量 但也变向限制女性自由选择 夜间工作认定违反宪法中的 保障性别平等 从法界的角度来看 虽然保障到了女性的工作权 但是女性工作的安全性问题 似乎没有在这次大法官的 考量范围之内 是否应该还是要有 相对应的配套措施 来保障女性的工作权 如此一来 女性的工作权更能不受限制 往前迈进一步 但有工会也指出 与资方谈判的工具 恐怕就少了一个 应该尽速修法 来保障夜间工作的老公权益 记得陈志茂林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